今天的早餐会我们要帮警察发声 一名铁路警察理性远警在处理乘客纠纷时 被嫌犯持刀刺死 二十多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走了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没有办法提供警察在执勤时候的保护 今天要联系的是前警察大学教授叶玉兰老师 叶老师好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老师根据了解 这名嫌犯因为跟列车长发生的纠纷 结果远警获报前往处理 嫌犯就拿出刀子往他身上刺 那么为了帮乘客争取逃跑的时间 他是忍痛上浅的抓住嫌犯的手 近身肉搏压制到支援的警力赶到 但是自己因为失血过多还是不治 那么民众听了都很气愤 老师认为这起事件到底要检讨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李成汉7月12号才会满25岁 因为现场过程 整个他在制服逃票犯的过程 都已经在网络上都在传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人 很多人都是陪着李成汉在与生命中搏斗 大家没有想到最后他是在清晨 就在早上的这个八点十分还是宣告无至 那当然事情发生了之后 我们看到像是总统蔡英文 或者是林佳龙 甚至我听说苏贞昌书院长都针对了这起不幸事件表示悼念 也都指示警政署应该要加强远景的执行安全 我想加强远景的执行安全 这几个字 其实讲起来八个字很简单 可是要落实真的很不容易误化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整个大环境 现在台湾的警察 其实过去几十年来 随着我们整个民主制度的发展 我们的警察也跟着转型了 在台湾的警察的执行的时候 其实可以说是 这个言言不疼 姥姥不爱的 我们常常有警察同仁 飞车训职 酒驾的 或者是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 或者毒贩去追车 但是因为我们的装备实在是不好 我们的警车 不会像很多先进的国家 他们针对警察 他们的执行的需要 他的警车 是要比一般人用的车 还要更好一点 它的安全性是要高一点 可是我们因为警察 预算不足 经常都是要寻求低价标 所以常常这个警车本身就是很差的 第二个是我们其他的警察的 运行的装备配备也不足 我们大概除了警棍 就是警棒 这个伸缩伸缩式的警棍 跟警枪之外 警察没有其他的配备 可是我们的警棍 在前两年竹北曾经发生过 有一个也是年轻的警察 22岁的陈从文 他去追捕一个淘气外劳的时候 他先用警棍 可是警棍打两下就断 那后来因为这个那个淘气外劳叫做阮博菲 他也攻击了邪情的那个民防人员 让民防人员受伤 所以到后来陈从文 因为那个阮博菲的力量在太大 他又有使用毒品 所以他就拔枪也开枪了 开了九枪 可是这开了九枪之后 这两年来 他不但是还要赔偿 而且现在还面临 他已经被起诉 就是业务过失 自然于此的 而且新竹地院 很快就要宣判 不要讲那个陈从文案 比如我们看到了 在上个月 在前几个礼拜 好不容易才经过非常上诉 才免勤了 才无罪的张景毅 就是台北市的警察张景毅 也是针对一个空气犯 一个逃犯 开车已经开上了西门町的行人道上了 他开枪 一样是被起诉 而且还做了有罪判决 一直到最近才无罪定验 所以这整个大环境 就是说警察的配备就好 可是一旦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 他要动枪的时候 我们的司法又不停 我觉得像李承翰 昨天晚上这件事情 有没有办法预防 我觉得实在是很困难 所以这个是不是老师 就是你在脸书上面感慨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我们的警察在执法的时候 竟然会变成服务业 那伯利斯大人不是说 要打击坏人吗 怎么在这个执法上面 会变得绑手绑脚的 而且也没有一些应该有的保障 是的 刚刚我在谈了 就是说我们警察的装备 配备其实是不足的 也让人很恶软 因为他们的这个 照理讲 昨天因为他去处理了车厢上面 所发生的一些行车纠纷等等 他的确是不太需要 不太需要 携带警枪上去 也不太适合 看到很多人在我脸书上讲说 他应该用电极棒 我们电极枪 也不是我们的 制式的警察装备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有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 在这个 在这边 因为在一个密闭的空间 还有其他的乘客在 你甚至于连辣椒水 什么瓦斯 喷雾枪 都不合适使用 所以警察说真的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且我们的 铁路警察 铁路警察局 事件的关头上面 特别提到说 将来要避免 单人 单警 去执行的 人力够吗 人力够吗 对 你问得非常好 人力够吗 我问了铁路警察局 他们其实现在的警员 就是全台湾的警员 目前所有的是 总共只有600出头 更不 大概是 还包括行政人员 是204 所以真正可以在线上 大概400多人而已 那么我们的铁路 三次如此之 非常平反 然后基本上大概 那次的事件24小时都有可能发生 对 有没有那么多的警力可以这样的去执行中人事的这个我不知道 不过我特别要提到一句我今天还其实我昨天我做到很多的影片照片 其实有一张照片让我看得非常非常难过 我要特别把它贴在我的脸书上 那张照片是当这个李承泰跟那个郑贤正在搏斗的时候 那地上已经是一滩血了 可是我们还看到有四位还是五位啊 乘客 年轻的乘客 在那个地方是拿着手机在做现场的路面 如果这些年轻的乘客 也注意到说他是手上就拿一把刀了 不过我们因为郑结事件之后啊 可能大家民众会有一些不必要的恐慌 其实在那样子的空间里面啊 如果已经确定他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手枪啊或怎么样的啊 其实多一点人拿着你的行李啊 一起去把它丢了 这个往那个那个胸前那边去丢啊 就是让一起来帮帮帮助单独无情的警察 我觉得那样子的场面啊 会让你觉得警察是非常难为了 对因为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哦 也许他在执法的时候 因为刚刚老师呢也讲了很多的案例 他在执法的时候呢也有一些顾忌在 那我相信其实社会上哦 我觉得还是非常多的啦 就是要支持警察去执法 但是政府听到了吗 现在他们说争取要最优的抚恤 这有什么用呢 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哦 那还有心血敢投身警察这个职务吗 所以我特别要利用这个事件啊 我也不希望大家认为我是在消费李承翰 但我很希望李承翰的牺牲啊 可以唤起啊 这个政府的良心啊 对于警政预算 警察的预算要合理的编列啊 其实我知道警政署啊过去啊多年来啊就已经针对警察执行的安全跟现在的警械啊都已经提出了很多的检讨报告啊 其实我们对于一些啊因为现在整个各种不同的执行的这个环境的需要的啊 比如说我们不管是警棍啊或者是非致命的非致命的这些武器啊 比如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电子枪啊 其实其他的国家啊都让警察要有一些武器啊 可是我们的台湾啊 这个台湾的警察绝大多数都是自首空拳啊 去面对这些挑战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政府的态度要出来 我们的司法对于这种因公执行的警察啊 他常常说法律不做司法不做他们的后事嗯 这是让让很多警察就算有需要啊 已经达到的政府攸关的关头了 对还不敢使用警戒就怕到时候又是说我们逾越的这个比例原则 老师的意思是说台湾讲人权讲民主 但是其实法治也很重要对不对 那最后来请老师给个建议好了 你认为要避免这个类似的事件 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的话 要从哪些制度开始去改善呢 我还是希望啊 政府能够给警察啊 合理的工作的条件啊 那要有法律的支持 然后还要还要给他们 合理的一些运行的配备 是 好避免他们成为 他们本来要执行公权力的 反而是成为公权力之下的一个弱势的族群啊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跟前警察大学教授叶月兰老师聊这边 非常谢谢叶老师 谢谢您 谢谢 OK好 谢谢您